那接下來我們穿插一下 何俊先生這樣好不好 我們請裴凱 裴凱是人文的 是不是 有科學的人文的 我們就交叉進行一下 那鄭裴凱教授我也要補充介紹一下 他在我的心目裡面 他是材質 怎麼說呢 我最喜歡 每年的聖誕節的時候 現在聖誕卡都很標準化了 甚至就是傳個簡訊 但我們裴凱兄 他每一年他的聖誕卡 是他自己寫的一首新詩 非常真誠 非常有感情 這麼多年 每一年 而且每一年都不一樣 每一年都不一樣 那他在香港城市大學擔任 中國文化中心的主任 很多年 他對中國文化的推展 不遺餘力 所以今天能請到鄭教授 因為他也是我們學校的特約講座 非常的高興 裴凱 是不是下位就請你講一講 好吧 好 謝謝 非常謝謝高副總 這個 剛才我聽了 潘院長講的 有關科學跟藝術的 很有啟發 因為我 而且這並不是第一次啟發 每一次都有啟發 因為很有意思 他講的這個 特別是有關漢字 我有一些研究腦神經的朋友 他們每次都跟我說 我們這個漢字了不起 研究腦神經 他們就發現這個腦子 我們人的腦子 真的開發的部分其實很少 而且從文字認知 他們研究這個腦神經 Cognition Theory的 然後就講到這個我們的漢字跟聽音文字 他用的腦的部位不一樣 那麼我們講的腦左頁右頁 部位不同的 部位不同呢 所以假如你同時會漢字 這個漢字比較接近這種形象的 也就是剛剛彭先生講的形象思維 漢字是跟形象的關係很密切 那麼拼音文字呢 它這個 phonetic language 基本上它是另外一套的儲存的方法 所以假如我們這個漢字掌握得好 特別在形象方面能夠掌握得好的時候 你這整個人的發展 你這個腦子的發展比較平衡 要不然你只是偏一偏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頭可能 可能西方人呢 他這一方面 他比較偏某一方面 那麼中國人講中庸 可能從古以來 說明有一定的道理 是吧 所以這一點非常有趣 而且我還有例證 就是最近這十年我兩個朋友發生的 一個朋友啊 他在科技大學教書 有一天他在上課 突然中風倒在地上 其他都通通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醫院裡頭突然有這個同學 他是我中學同學 我們中學在台北的同學 結果他 我收到一個電話 他已經好幾年沒有跟我聯絡了 我說他在醫院 我說我在醫院 我去看 他說我好多東西都記不起來 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只記得你的名字 香港 就是我在初中跟他同學 所以其他的朋友都忘了 名字都忘了 可是就記得我的名字 好 那後來他當然全部恢復了 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呢 是去年發生的 很有名的詩人 北島 北島 是現在在香港 他呢 去年有一個小中風 小中風然後就後來中西一合起來治療 最後基本上治療好了 上個月見到我 我說你全部恢復了嗎 他說 我所有中文的 跟中文有關的 全部恢復了 跟英文有關的 不完全恢復了 他那個腦子 那邊還有一點點問題 他說 所以這個我自己這個朋友經歷了 讓我覺得那個腦神經 他們那種研究 你們科學家研究的 大概是真的 我這麼隨便講講 不過講到這個科學跟藝術 我前段時間寫過一篇文章 然後後來我剛好看了 這個愛因斯坦寫的文章裡面 我看到有一段非常有意思 愛因斯坦就說 人家問他藝術 他就說科學跟藝術 其實都是同樣的一種人類的追求 他說我們追 科學家跟藝術的追求是一樣的 追求的方法不一樣 他說科學家呢 是科學是按照我們的理性 我們實證 特別是理性的分析思維 我們在追求真理 我們在追求一些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藝術家呢 他的方法呢 是我們用這個理性思維 不能夠完全探索的領域 他用另外的方式在那裡思維 可是追求的東西呢 也是為人類文明跟文化的提升的一種追求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他認為這個追求都是一種人類的追求 對於美好 對於真理 我們講真善美了 對於這些的一種追求 方式不一樣 所以最後開拓的東西也不完全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種探索是非常有趣的 剛才潘院長還講的 就是說是提到今天上午 薛陽生院士講的這個 中國這個漢字 毛筆 我們用毛筆書寫 這個毛筆書寫 非常有趣 我一個朋友 滿有名的畫家 是我小學同學在台灣 有一位畫佛像西松 他因為就是信佛 他這個也畫畫寫字 他講了一個東西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毛筆用的這個工具 是世界上所有書寫工具裡面最柔軟的 而且畫畫也是最柔軟的一個東西 他說你必須你的心要非常的柔軟 你才能夠掌握這個工具 你用柔軟的心掌握這個工具之後呢 你能夠寫得非常眷秀的字 也可以寫得非常粗廣的字 可以寫得氣勢 磅礴 特別有趣的是 你比如說是寫大字 你用陽好 特別是寫大字 他說這個實在是 全人類裡面發明的一種 藝術 書寫跟展示 這是這個書畫的工具裡頭 最有趣的一個工具 我聽他講的這個非常有趣 他是一個學佛的人 他覺得這個都是修行 他說書畫都是他的修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所以我就想到 我們寫字 特別是年輕人 經常覺得毛筆拿起來不聽話 不如原子筆 以前我們用綱筆 原子筆比較聽話 其實一旦掌握了以後 習慣了以後 你覺得毛筆是遠比其他的筆要聽話 而且我覺得有趣的是 我們以前 我成長的時代沒有電腦 我們都要抄筆記的 我想潘院長那時候也是 都是抄筆記的 所以我們寫字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你這個寫字本身也投入了 那你當抄筆記的時候 你不希望 或者是至少我個人的感覺 你不希望這個筆記太亂 亂到你自己看不懂 所以你要練練字 你寫得很快 可是呢 你也要相對的來講整齊 整齊以後呢 後來你就開始對於所有的漢子 有一定的掌握 我記得我中學大學 我都是抄筆記抄得很好的 那麼現在比較麻煩 現在都用電腦 不過我想上課 可能你們還抄筆記 這可能是唯一的機會 讓你們還能夠鍛鍊漢字了 要不然的話 你現在這個電腦 我覺得是使得我們對漢字 有一定的梳理 我覺得這個電腦 特別是拼音打字進去 用久了以後呢 使我們對我們自己這個語言 這個文字 產生了異化 我們跟它這個 我們跟這個漢字的關係呢 會產生一種隔絕 不那麼親近了 不那麼可愛了 所以我想呢 同學年輕的時候呢 你們上課啊 最好最後保留起碼這一點 抄筆記還是漢字抄筆記 不要拿著電腦在 我看到有的同學比較厲害的 是吧 聽課都是用電腦 那最後寫字的機會就很少 其實寫字非常有趣啊 而且呢 再講回頭來 就剛剛潘院長講的 最後還能夠平衡我們的腦神經 讓我們能夠比較均衡的發展 那麼這樣的話呢 對你自己的生命 整個人生的體會啊 對自己的這個體會 跟還有一些這個審美的快樂 愉悅 都會有大的幫助 那我想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佩格雄啊